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在一次次打破固有认知的旅途中 各地的厨师们不断挑战着味蕾的想象力 在突破与更迭间塑造出实物的千姿百态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福州市 是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频繁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融 使得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敏都古城 在饮食文化上更具包容性与创新意识 巧用四方食材 研习敏细技法 来自巴敏的厨人们 以创新与巧思 撰写着属于这座城市丰富多元的敏味食谱 敏剧又称福州戏 戏曲采用福州方言念白 是福建知名的地方剧种之一 也是福州当地人喜爱的传统文化活动 文字节是这家敏剧院的常客 除了听戏 戏后的酒楼衙记 也是每周约会的重点 福州的酒楼文化 是当地美食文化的重要载体 南尖干 荔枝肉 酒糟鸡 羊肉包 不胜美举 许多正宗的老福州菜皆隐秘于此 是福州老他们的汇集之所 来了 荔枝肉 你看 这颜色就昭露味的 看到老石客光临 酒楼老板林创严特地前来询问 对于菜品的意见 怎么样 今天菜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荔枝肉这块 肉还是有点柴 纸巾紧了 它还是肉质 这比较硬一些 是不是考虑就是说 用猪肉的老鸡那个部分 我试一试看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挺有道理的 可以尝试一下 荔枝肉其实是我们每个福州人 从小都吃到大的 到家产的这个美食 传统的醉荔枝肉 以新鲜瘦肉为新 虽用笔起强化内部的脆度 但外皮的酥度 依赖面糊高温油炸后 形成的外壳 这层外壳酥脆期有限 为了改变荔枝肉的口感 林创严决定 去寻找一位敏菜界的老师傅 这位老师傅 是免菜界一位想当当的人物 他叫强振涛 出身名厨世家 自幼受父辈熏陶 大半生致力于敏菜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今的敏菜江湖 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对于林创严的疑虑 强师傅并不着急解惑 而是带着他到传统的市场里 去寻找答案 将食物与淀粉结合的油炸方式 在中餐的烹饪手法中颇为常见 在鸡头巷尾的出镜率 更是居高不下 面糊与食物通过高温油炸 形成了默契又奇妙的美味组合 解决荔枝肉面子上的难题 方法就藏在这薄薄的面衣里 把淀粉 地瓜粉 几个粉做了一个比例的调整 让它的整个外表能保持更好的一个酥脆感 将口感筋道的鲤鸡肉切块 在密质配比的面糊内浸泡揉搓 包裹着外衣的里脊 放入油锅后 高温使得表面的水分快速蒸发 由面糊形成的硬壳 锁住了内部的汁水 使得荔枝肉外表酥脆 延长了荔枝肉的最佳食用时间 沥干油水 淋上由番茄酱与砂糖调制的酸甜酱汁 将刚出油锅的荔枝肉变得更加清爽 入口后也丝毫觉察不到一丝油腻 撒上芝麻增加口感 这道创新的荔枝肉便应运而生 福州的夜生活还在继续 林家也在准备晚餐 完成了荔枝肉的改良 林创严第一时间回到家中 与家人分享 作为自己的童年记忆 荔枝肉串联起一代代人之间 甜蜜而又复杂的情感 好不好吃 这么爱吃 以后叫你爸今天做这个 你吃吧 贴秋标是很多福州人入秋前的传统 作为入秋前最重要一餐 陈吟森师傅丝毫不敢怠慢 加上陈母近日身体状况欠佳 在入秋之前 陈师傅特地起了个大早 到市场采买最新鲜的牛肉 为母亲煲牛肉汤 陈吟森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人 18岁便离开家乡到福州学习敏菜 20多年忙碌的后厨生活 使得他与父母聚少离多 对于儿子的这份孝心 母亲赞不绝口 但细心的陈师傅发现 传统的牛肉包 对于年迈的母亲而言 在牙口上已经略显吃力 多数连筋牛肉都无法咀嚼下咽 为了给母亲包上一锅 可口的牛肉汤 陈师傅驱车跑遍了大半个民北 终于在距离家乡200多千米的南平市 找到了答案 我们这边现在都是有订口 有预定 预定你有什么肉啊 牛排啊还是牛腩啊 这座占地10亩的黄牛养殖场 是当地最大的牛类养殖场之一 这里放养的黄牛体质粗壮 体质坚实 肉面呈棕红色 类间隙较大 肉中富含肌肉纤维 脂肪呈乳白或奶油色 为了丰富黄牛包的口感 在新食材的部位上 陈师傅摒弃了传统牛肉包 单一的牛腩部位 采用了加法 我们选了五个部位 其中有牛腩 牛排 牛筋 牛饼 牛肚 相较于原本以单一食材 牛腩为主的牛肉包 牛杂的加入 为菜品带来了诺而不烂 痰而筋道的口感 而牛排的加骨 则大大增强了汤底的鲜味 将这一锅美味和谐地串联了起来 黄牛肉山味重 为了减轻山味 陈师傅决定加入福州的调味剩品 我一家人都比较喜欢吃虾油 特别我母亲 然后因为它是渔民嘛 然后经常都在福州这一带走动 然后对于虾油来说 我们附近多数人也都挺喜欢吃的 我后来用了虾油 感觉确实不错 虾油又称鱼露 是福州家常菜的调味必备 调味长须香浮佐 烹羹美赖滴穷浆 这是描述福州虾油的一副营帘 道出了福州人对虾油的热爱 对于土生土长的福州人来说 虾油味就是故乡味 将精选的黄牛肉牛杂炒至八成熟 再添加虾油入味 入瓷汪稳火慢炖两个小时 定制的瓷汪令牛肉牛杂 在炖煮过程中受热均匀 黄牛肉的口感得以保存 虾油的鲜在无形中增加了汤头的层次 同时在炖煮的过程中 陈师傅大胆地加入了数十味香料 使得这道虾油黄牛包 在风味上平添了几分滋补的色彩 牛肉的甜与虾油的鲜 在无形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也成为了当下福州人入冬前食补的全新选择 作为拥有超过900千米海岸线的城市 福州不仅优良港口众多 海产渔业尤为发达 因此当地人对于海鲜的热爱 仿佛是刻在味蕾里的与生俱来 夜幕降临 李开亮师傅开始了一天中最为繁忙的时刻 他是一名来自广东的海鲜大厨 十年前因为一个美丽的意外留在了福州 李师傅与妻子育有一儿一女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妈 妈妈 吃饭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最近还比较忙 可能要下周吧 你们有什么暗示的菜啊 妈妈下次给你带回去 过几天给你带回去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螃蟹 吃螃蟹啊 可以啊 那我帮你准备 有没有想我 夫妻两人都从事餐饮行业 工作原因两地分居 所以平时也是聚少离多 我和我太太现在是两地分居 她周末偶尔会回来一下 是因为工作原因 她的工作地点 跟我工作的地点不是同一个地方 得知今天是妻子回家的日子 李师傅特地从酒楼里 买了一支深海蟹 未劳一下妻子 尝一下我们新进回来的板蟹 你爸爸吃的 可以 板蟹又称雪蟹 产于俄罗斯等产地 一般生活在水下千米左右 成年的板蟹 体重可达一千克 凭借着四双超级大长腿 使得这位外宾在身形上 一直是一种一世而立的存在 妻子是资深吃蟹爱好者 她提出的问题 对于李师傅而言至关重要 为了改良板蟹 李师傅饭后立刻回到了养殖缸中测试 因为这个板蟹是从俄罗斯运输到福州来的 它这个运输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活力不是那么的好 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板蟹 放到我们自己的海水里面养殖三天 来回复它的活力 处理板蟹讲究一个筷子 刀光剑影间 一只鲜活的板蟹被快速分解 手腿分离是基本操作 而去甲则能使调味蔓延每一寸肌理 外来的食材 本地的做法 是这道蒜香板蟹的精髓所在 原本略显寡淡的白酌烹饪方式 被李师傅调整为了福州当地人 更加喜爱的蒜香口味 将蒜蓉放置在开甲后的蟹肉上 放入蒸笼中中火蒸制 高温下的蒜香愈发浓烈 将板蟹最后一丝海腥味削米于无形 蒜蓉与蟹肉搭配入口 海味的鲜美也被完全激发了出来 一来它可以去腥提鲜 二来大蒜它有杀菌功效 今天又是妻子的休息日 李师傅早早便等在了自家楼下 接妻子上楼 妈咪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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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我新做的白鲜果味 好 看起来不错啊 你看看 看一下 这是给师傅把这个给它削掉了 刚好没得了 怎么样 试一下 怎么样 味道 直接开蟹甲的创意处理方式 不仅使得食材在烹饪过程中 与做料的融合度大大提升 更是解决了食客在吃蟹腿时 繁琐的处理步骤 加强了食客的食用体验 贝山面海 独特的自然资源 为敏地食材创造了优渥的生长条件 山脉与丘陵 为敏菜中的山味 带来了丰富且优秀的基因 福建省长厅县 古时又称厅州 曾是客家首府 美丽的山城 长厅县民风淳朴 客家人以勤劳善良 热情好客闻名 天蒙蒙亮 养殖户老钟便领着工人 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处理饲料 喂养 检查 这套娴熟的工作流程 他重复了22年 我当时和田鸡养殖20多年了 从2000年就开始 到现在 占地60亩 这里是当地最大的和田鸡养殖场之一 和田鸡作为长厅县当地的标志性农产品 形似三叉戟的机关形状 是和田鸡独一无二的识别标签 山野间肆意驰骑 是和田鸡放养的日常 也使得和田鸡的鸡肉含量增高 肉质更加嫩滑 鲜甜 营养也更加丰富 一手电话 一手炒勺 是老钟的经典造型 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 每到和田鸡士林出栏的时候 热情好客的老钟 都会拿起手机呼朋唤友 亲自下厨宴请远方的朋友 在福州开往龙岩长厅的汽车上 闽菜厨师邱瑞荣神采奕奕 五个小时的车程毫无卷容 能让他始终保持如此状态 源于老钟那道令他心念已久的名菜 百斩和田鸡 老钟来来来 开了几个小时 小钟下来开了五个小时 为了吃你这一只鸡 来 鸡肉吃呗 除了菜本身 对于老钟的这一首百斩鸡绝活 邱师傅也是寄予已久 趁着酒憨尔热 他大胆提出了学艺的想法 今天吃了你的核联鸡感觉 能不能教我一下 你要教我做一道打牌 要有创新的那种 可以啊 我到时候回去想一下 那个到时候请你去福州 我们一起品尝一下 看我做的心不心 对 繁琐 有时并不是通往美味的唯一途径 将洗净的和田鸡切块 滤进血水 大浆薄切铺满锅底 腌制好的和田鸡块 被均匀地铺在浆面上 与传统的大火油煎鸡肉的做法不同 和田鸡本身鸡皮 富含丰富的油脂 大火油煎容易使菜品外皮油腻 我们的生煎和田鸡 主要是用平底锅焖煎 这样做可以更好的 锁住鸡肉的水分 然后底下的生姜 吃起来更加酥脆 皮也会更脆 鸡肉的油脂 顺流而下 使得底部姜片被上下油脂包裹 最终呈现类似薯片的口感 盖上锅盖 再以中火焖煎20分钟 这道工艺极简 却风靡万千老饕的美味 便大功告成 来来来 老钟 来来 尝一下 那你做的心理 我这个 对 上次去你那里学的白斩鸡 我自己回来也试着做了一道 嗯 这个味道就是本身好吃 越嫩越香 香啊 是啊 薄薄的 这不辣 我说我教一下我这个怎么做 那个 我们现在教你一下 可以啊 那个厨房 我们再做一份 再尝一下 好 走 喝水 生姜切完以后拿去用水煮一下 因为不难的话你焗出来 它生姜的味道会有点辣 温度最高的时候 加一点那个白酒 白酒呛一下 它香味更好 改良后的香煎和甜鸡 外酥里嫩 咀嚼煎 汁水浸入口腔 齿甲流香 而酥脆姜片的出现 味菜品的口感增加了一丝趣味 这道融合了客家风味 与福州特色的山味 令宾客们大快朵移 它的鸡肉就是吃起来 外酥里嫩 然后整个肉质很Q糖 作为福建省会的敏都福州 在美味漫长的进化中 逐心趣意的传统由来已久 在美食创新上 可谓人才济济 用才大胆 且天马行空 肉燕又称太平燕 是老福州的一道传统小吃 这道从皮到馅 均有猪肉参与制作的菜肴 在创意上堪称脑洞大开 连江县丹阳镇 隶属于福州市 东宾台湾海峡 西邦省惠福州 拥有远超陆地面积的 优质海域和蜿蜒曲折的海岸线 这里除了盛产海鲜 肉燕的出口 也是丹阳重要的经济产业 当地人多以此为业 肉燕店在镇上随处可见 老鱼便是其中一家老店的经营者 老鱼一直致力于肉燕的推广 也是当地少数将肉燕 卖到全国各地的手工业者之一 新疆 北京 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有 江苏什么上海 上海一点我不知道有多少 要不要吃 要不要试一下 作为一道极其费工的美味 老鱼加肉燕的馅料 是由精条机器击打而成 经过长时间的运输 口感会有一定程度的损耗 近期他也多次接到了外地食客的反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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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 收到 收到就好 怎么样 跟现场吃有一点点区别是吧 为了延长这道美味的最佳食用口感 使得这道敏菜的推广不再受地域限制 老鱼特地请来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肉燕老师傅 陈建华 陈建华是丹阳当地制作肉燕的老师傅 这套娴熟的动作 他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 棍棒底下出好皮 是老师傅半辈子恪守的原则 繁琐的工序在带来独特美味口感的同时 也直接影响着肉燕的产量 而繁重的体力要求 更是劝退了一代又一代继承者们 老师傅手把手传授着锤打工艺的精髓 好的锤打技法没有规范准则 成品的成败 全凭老师傅的经验与判断 咽皮是肉燕口感脆弹的关键 上千次的人工锤打 破坏了猪肉内部的结构 却使得肉体外部 在口感上增加了一丝脆弹 把敲打好的肉泥放置在板上 混上等量的木薯粉进行揉捏 肉与粉的配比需要恰到好处 老师傅凭借多年的经验 严格把控木薯粉的比例 数次赶压下的咽皮变得薄如白纸 咽皮的制作极为费工 而馅料的制作却大道质减 将猪肉香葱和香菇切成碎末 加适量的调料顺时针搅拌 腌制十分钟即可 独家密制的肉馅造就了肉燕的鲜嫩多汁 将调好的猪肉馅包入咽皮 在一双双桥手下 一颗颗成品肉燕排列的均匀而紧密 蒸熟的肉燕放入清汤中煮制 出锅后加入香葱即可品尝 嫩滑的肉馅透过晶莹剔透的咽皮 甘鲜爽口散发出特有的香甜 咀嚼的瞬间汁水在口腔内炸裂 鲜肉的汁水奔涌着朝喉咙的方向顺流而下 四周的喧嚣好似被拉下了绒布的窗帘 瞬间万籁俱寂 只有口中的回味还在愉悦地奔腾 远方时刻收到了用传统技法改良的肉燕 对口感的还原度赞不绝口 老鱼也更大胆地将家乡美味推向全国各地 使得这道连江美味从辟街小巷走进了闽菜餐厅 走向了更大更宽广的平台 然后它的皮很有嚼劲 然后汤也很好喝 科技的进步对于美食的发展 有时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些传统技法的精髓与经验 是目前科技无法替代的 创新手证正逐步成为福州厨人们的新课题 老鱼的推广理念与陈师傅的技法坚守 在创新的碰撞中擦出了火花 二人在这道课题的解题之际 都交出了令自己满意的答卷 老一辈师傅们的坚持 新一辈师傅们看在眼里 也在潜移默化中延续 陈世杰不到二十岁开始学厨 一直专注于闽菜制作技艺的研究 如今 以为人师的他 每天流转在各个厨房之间 为整个后厨团队答疑解惑 今天是后厨考核菜品的节点 这样油可以耍一点油太多了 每一位新进学厨 都需要制作一道闽菜 陈世杰的爱徒小宫 今天选做的是一道经典闽菜 海力煎 而出品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你试一下看有什么问题 就总感觉差一点什么 我们选的还利不够 所以它就满意 把这个纤维体现得非常好 所以你要让它感觉 这关键口线里面缺点什么东西 那缺的就是一个线子 海力 又名 豪 肉嫩味鲜 且营养丰富 素有海中牛奶的美誉 传统的海力煎 选用大颗海力入料 虽口感饱满 却一直难以凸显海力的鲜味 该用什么样的海力来做食材 身为师傅的陈世杰 虽然明白解决方向 但面对具体的优化内容 他也犯了难 为了帮助徒弟早日出师 也为了寻找心中的好食材 陈世杰决定亲自出发寻找答案 在海产丰富的福州 以连江县地区出产的海鲜 尤为出名 陈世杰也将第一站定在了这里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海力 这上面大概有十粒左右的海力附在一起 那么这生产的东西 大概花一年的时间 它长出了一点点 手中的小海力 便是当地闻名的海派甜心 莲江马鼻小海力 莲江马鼻小海力 生长周期为12个月 冬季至初春时 收获最为肥美 体内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纤维素 以及钙 个体长到直径4厘米左右 便会被摘取 以确保口感的鲜甜与多汁 一般在9月份到次年3、4月份 便是吃小海力的好食节 通过反复比对 陈世杰发现 海鲜的个头与美味并不一定成正比 相较于大海力的饱嘴绵密 小海力独特的甘甜与鲜嫩的口感 反而更加适合海力间的制作 它肚比较小 颗粒比较饱满 那么吃起来的不会像大海力吃得那么腻 它这个比较松满 让轻点腻 那你也想吃得还想一直想吃 带着新的食材 陈世杰回到厨房 与徒弟一起开始尝试 将鸡蛋磕入熟粉水内 再依次加入海力 蒜叶及作料 搅拌成吸护状以待备用 将锅提前预热一分钟 添油 小火慢热 待锅面热度均匀后 将海力户倒入锅内 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即可 锅要热 锅不热的话 它煎出来的纤维就不好 你自己想想看 这是跟上次有什么区别 相对于上次来说 就是海力会先前变得非常多 海力一个小不能大 第二个煎得要火火要过 这个老菜每个环节 都是要精心去管管它 新的食材带来了全新的口感 相较于传统的大火煎制 提前预热锅慢煎的海力煎 外皮更加酥脆 而将大海力改至 莲浆小海力组成的中馅 则更加紧实 使得这道菜品 从味觉的鲜到口感的脆 都有了质的提升 有了师傅的保驾护航 小徒弟凭借着这道海力煎 顺利出师 开始独立掌烧 而这道新菜 也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认可 这个海力煎里面的 就是海力跟我在外面吃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会更小 但是更鲜甜 吃起来口感其实会更好 茶笋山木之饶 变天下 余言甚格 匹复齐青 八敏儿女 运用这份得天独厚 烹制出了各具风味的山海美食 与这座拥有数千年历史的 美食古都一起 迎接着一轮又一轮 新的变革与挑战 现在就是交通也方便了 会常回家看看 让妈妈也尝尝我们的手艺 希望妈妈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目前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把当养的乐园 推广到全国各地 让大家都品尝到 我们家乡的美食 我其实最大的想法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就想如何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 如何让这个幸福能延续下去 我希望在传承的基础上 能有一些创新 那面才有新的味道 福城的厨人们 在这座千年古城之中 秉承着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的初心 将这一缕新味 心火相传 一道道满载诚意的新作 被端上了餐桌 在国际食材的研发中 反客为主 在传统美味的创新上 转手为功 潜心烹调出 一碗碗佳肴美传的 福城新味